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和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哇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低 最终大跌了547点 指数跌破了2万点 以及月线支撑 最终收在19901 成交量是5349亿 请教一下和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听死人哦 今天是今年以来 单日最大的涨跌幅 今天最多跌了605点 哇 要是我一公斑再跌了 真的 一次到位 一次到位 要么不跌 一跌起来 一天就把它跌光光 那为什么今天会跌成这个样子 今天大家一定都在砍股票 因为看到昨天美国股市又下跌 你知道美国昨天从开高403点 到最后收盘跌248点 道琼一来一回 也有650点 那不是不打了 以色列总统不是说不报复了 那怎么昨天美国股市又跌了呢 就是因为以色列总统说不会报复 所以昨天美股才会开高 道琼开高403点 可是美股下半场的时候 以色列国防部长又跳出来讲话了 他说我们会报复 到底是要报复还是不报复 总统说不报复 国防部长说要报复 那国防部长一习话讲完之后 整个欧美股市就全部都垮下来了 现在全球股市都在高档 都在历史高点 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 投资人反应都会很直接 动作都会很大 那到底打不打 如果中东的战局还会再开打 那绝对是天下大乱 可是相反的如果不会打 那今天股票你杀一杀 就是起人忧天 我跟你讲 我个人判断 不会怕 为什么说不会打 为什么 你想 国防部长 他也是一个职务 对不对 他也是一个职务 国防部长的任命 是总统任命的 那到底谁打 总统打 总统打 那总统说不打 国防部长说要打 那你既然是一个职务 他就是一个专业的工作 对不对 专业的工作 你要对你工作的职权上 你要做出一些专业的分析提供 所以他昨天讲那个会打 他是一个专业的表态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公司上班 老板叫你怎么样做 那以你的专业 你就要跟老板说 以我的专业应该是要怎么样 对不对 你要表达出你专业的判断 给你的老板参考 可是最后做不做 谁在决定 老板决定 如果老板说 叫你这样做 那你不那样做 你硬要反过来做 那最后你会如何 就被开除了 所以以色列总统说他不报复 然后昨天国防部长说要报复 他所讲的是一个态度的表达 可是最后还是由总统来决定 如果国防部长坚持要报复 仗还没打 以色列国内已经内乱了 甚至于叛变了 那更麻烦了 而且他昨天做那样的表达 其实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说应该 为什么 人家无人机飞在往你身上攻 虽然说被你拦下来了 可是你也是要表达一下愤怒之意 不然会让他觉得 你真的好软弱 美国说不可以报复 你就不报复 所以他所表达是一个态度 并不代表他会那样去做 坦白说以色列如果不听美国的话 到时候美国如果舍弃他 不帮他不理他 以色列会很惨 他在中东地区他会被围殴 他之所以能够中东地区 能够以利而不搖 能够在那边很好的发展 而且发展这么强大 这是因为美国在背后当他靠山 所以昨天 以色列国防部长那些话之后 把今天投资人全部吓坏掉了 昨天一开始先跟大家谈那么多东西 就是要告诉你 我个人认为打不起来 打不起来 以色列也不敢说 美国不准他打他硬要打 他要做任何的动作之前 像他之前要发动攻势 也是经过美国同意 美国不同意他不敢私底下 大支大支就发动攻势 那美国会不会让他攻击 不会 美国希望是一个稳定的国际 因为接下来要总统大选了 如果国际越乱 对当政者来说 是越不利的 所以最后结果如果不会打 只是口头上 大家骂来骂去 讲来讲去 那你再过度去杀低 那就起人忧天了 你如果抬得太低就麻烦了 那台北股市间跌这么多 也合理啦 为什么说合理 人家道琼已经跌2200点下来了 道琼 我早就跟大家讲过了嘛 道琼高涨有背离现象 道琼历史高点在3月21 那今天已经4月16号啦 也就是道琼从高点下来 已经三个多礼拜了 日本股市也是一样啊 日本股市你要早就已经下来了啊 今天日本股市一度跌了900点 那收盘的时候跌了600点 日本股市的历史高点 也是出在3月22 南韩股市也是一样啊 其实很多国家股市 创历史高之后 回档都已经三个礼拜了 那别人在一直回档的时候 我们还一直在冲一直在冲 可见得 台北股市有点怎么样 有点涨过头 人家从3月21 3月22 就开始回跌了 我们反而一路往上冲 一直到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还来到 2万0713 那直到礼拜一 昨天跌286 今天跌了547 所以我们是落后补跌 一次到位 人家拨三个礼拜啊 然后我们还坚持不跌 一直往上冲 到最后真的看到 真的吓到了 被中东的战局吓到了 然后突然间请潮而出 卖鸭就狂泄出来 所以今天行情是台股补跌一次到位 可是在一次到位的同时 有些跌生股票已经不跌了 但今天跌幅很重 今天跌加速非常多 你看今天上市的部分 只有48加涨而已 900多加下跌 所以几乎是全岛的行情 今天几乎全岛的行情 可是有些刚从高档下来的 那个是最危险的 可是有些已经跌很深的 反而他就止跌了 你看最近最强的什么 军工概念股 重电类股 你看重电类股的中心电工 昨天创高之后一路杀低 今天又大跌6% 所以这种高档的股票跌起来 当然就会很夸张 你看军工概念股的 中光电 中光电今天开高110亿元 收盘跌停板96元 所以林大彦是跟大家讲 起关的不要去堆 起关的不要去堆 就是这个意思嘛 人们都起那么高 再去堆就没意义了 要不然 我们又找底部的股票来买 何必要一直在追高 一直在追强势股呢 追到最后 都追到天花板去了 然后住在小阁楼 住在总统套房 这样都不开心了嘛 对不对 我们买底部的股票 找底部的股票嘛 你看今天只跌的股票 四星KY 今天反而涨了2.7% 四星KY早就已经跌了嘛 大盘还没跌的时候 四星KY已经从4500 一路跌到今天最低 两千六百九十五 所以今天大跌 他反而逆势拉上来 但我不是叫你去买四星KY啦 如果说你资金不会够的话 你要买单 也OK 因为大盘还在涨过程中 他从二月底就开始跌了 四千五百块 跌到今天最低点 两千六百九十五块 几乎股价已经快要斩了 大盘三月大涨 四月还在冲 他股价就已经要斩了 三四四三的创意也是啊 创意从一千九 创意的高点 在十二月 在去年十二月的八号 一二个催不过大半点跌下去 加群指数在 一万七千三百点 大盘从一万七千三百点 涨到两万零八百点 涨了三千多点 创意反而从一千九 跌到今天最低 来到一千一百二十元 所以说大盘涨 就全部的股票都会涨吗 不一定嘛 大盘跌 所有股票都会跟着跌吗 也不是嘛 大盘归大盘 个股归个股 啊去那宽啊 你再去堆 你就要承担风险嘛 那跌那么深呢 相对风险就降低了嘛 减便宜货赚钱的机会就有了嘛 所以创意今天大盘跌了六百多点 创意反而 今天一路拉上来 收盘的时候涨了二十五块钱 减两% 但创意我个人觉得 本比还是很高啊 因为去年EPS 才二十几块钱而已 二十几块钱的EPS 当时涨到一千九 当然是太离谱 是 你赚二十六块钱 股价在一千二 本比还是蛮高的啊 本比还是有四十六倍的本益比啊 可是至少它 股价一千九跌到一千二 掉了七百块钱 掉了七百块钱 已经少掉四十%了嘛 对不对 风险相对是降低的 那如果还有那种 业绩更好 本比更低 股价相对在 更低的位阶 那有跌是你好机会啊 所以跌不是坏事 跌是让你有 减便宜货的机会 起管的我们不要去摸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来买 今天是四月十六号嘛 对不对 三月所有营收 全部都发布完毕了 所以也就是说 第一季的营收 已经结束了 第一季营收结束之后 下一个重头戏是什么 第一季的财报 第一季的财报 将要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炉 台积电这两天就要发布 第一季财报了 大力光已经发布了 就开始进入超级财报周 超级财报月 从美国开始 到全世界都一样 那开始进入超级财报之后 重点都在各股的行情 那我跟大家讲过嘛 如果是涨高了 再去发布利多 那很容易变成利多出金 可是如果股价在底部 反而发布大力多的 它就有机会从底部开始 反转上来 首先大跌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点 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点 当全部都下跌之后 赶快去找 第一季财报 有大幅成长的 然后股价跌很深 或者本来就在很低的位阶 赶紧对这种股票赶紧出来 找出来之后 这两天要买就要赶快买了 这两天要买就要开始买了 你如果找不到 那是找林和宴啊 找不到就找不到就对啊 找不到就找林和宴就对了 林和宴专买底部的股票 尤其都是基本面最好的个股 但你买底部的GEO股 等到行情开始一回升之后 三十八五十八都都贪得中 我已经印证过无数次了 台大店 三百八跌到两百七 也是我们的买的 涨到三百六十五 我们三百五卖掉了 是不是三几块钱 三四几%就放口袋了 是 技嘉 三百五跌到两百二 也是我们的买的 然后做了三次加东起来报酬率39% 每十一也是啊 每十三百六跌到两百二 也是我们在买啊 做了两趟差价 也赚了39% 材料KY 一千两百六 跌到七百多 八百块也是我们的买的 涨上来一千一百一 我们一千零九十五卖出 今天材料KY大跌 跌了八点七% 材料KY今天突然大跌 到底是什么情况 如果想接几块钱可以买 等一下第二段再来跟大家谈 这个礼拜我有三堂讲座 是 这个礼拜我们有三堂讲 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台中 礼拜天下午高雄 这三堂讲座我要跟大家报告是 首季财报大成长的底部股 首季财报大成长的底部股 今天开始接受月报名 你看广告时间 打算进来报名 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台中 下午高雄的讲座 等会卡了 好的谢谢老师 第一季财报要陆续公布了 重点是要选对股票跟对老师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和颖老师的这个礼拜有三场讲座 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高雄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想要复制台达店 技嘉美食 还有材料KY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和颜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第一季财报大幅成长 股价还在底部的机油股 欢迎你来电报名 这个礼拜有三场讲座 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礼拜天的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高雄 主题就是手记财报 大成长的底部股 想要领先卡位 在底部反败为胜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02 239 23988 02 239 23988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02 239 23988 02 239 2398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股的林和颜老师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和颜老师这个礼拜 有三场讲座哦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今天大碟 伊朗打以色列 也是在演戏 昨天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出来说 会报复 也都在演戏 所以你要有正确的判断 不然到时候 天下太平了 行情又涨回去了 然后你开始又想要买 那就来不及了 那就太慢了 这个礼拜我们有三场讲座 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台中 礼拜天下午高雄 上场讲座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首季财报大成长的底部股 首季财报大成长的底部股 现在三月营收发布完之后 第一季的财报几乎 大肆底定 那目前虽然只是营收的发布 可是你如果专业够的话 其实你已经能够试算 每一家公司的获利情况 第一季财报会比大家预估的来得好很多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第一季的新台币是大幅的贬值 新台币贬值 对于出口厂商来说 会有汇兑上的利益 所以台湾以出口为导向 以出口导向的公司 在整个获利部分 会比大家预估的 会来得高一些 有很多档 今年手机业绩大爆发 喷出的 如果股价在相对低档区 那就是让你减便宜 获得好机会 所以这边可以说 我可以说这个 你可以一边打架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我举几档个股为例 你看材料KY 材料KY 三月份的营收 14亿 月增50% 年增109% 109%多不多 很高耶 很不容易 能够成长个20% 都已经了不起了 它竟然是翻了一倍 第一季的营收36亿 36亿营收 跟第四季的38亿 其实相差不会太多 第四季 新台币是升值的 所以新台币升值 会把利润吃掉一些 可是第一季 新台币是贬值的 所以新台币贬值的情况 之下会对利益会增加 所以材料KY 第一季的获利 我估计应该 会跟去年第一季差不多 大概在23块钱 去年第一季才多少 才7块钱而已 材料KY去年第一季EPS 7块钱 今年第一季的EPS 如果22块钱的话 增加几倍 增加两倍多 然后股价从1260 今天跌那么多 今天跌多是好 让你有机会 减便宜 材料KY目前 年限的位置 已经很接近了 我用时间周期来算的话 大概 未来三天 会在底部这里震荡 三天过后 只要反转巡航一出现 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当然这个单价比较高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 我不是叫你 要买材料KY 也有低价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之前讲那档 荒野大标股 讲完之后 三市一路标到40块钱 一标上来就快30%了 荒野大标股有回档 也都是好的买点 我再讲一档个股 三月营收跟手机营收 大爆发的技嘉 技嘉三月的营收 也是大爆发 三月营收242亿 月增73% 年增149% 第一季的财报 第一季的营收 551亿 年增96% 那业绩大爆发 股价从395 现在已经回到300块钱了 技嘉整理时间还没结束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技嘉大概还要再整理个七八天 等他七八天整理完之后 几个股价可以收 这句话题也很厚 还有好几档股票 没有时间讲 演讲会场 你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把第一季财报 大幅成长 大爆发 股价已经跌很深的个股 一档一档 来跟大家做报告 做分析 打仗进来报名 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 下午台中的讲座 首季财报 大成长的底部股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把握机会来 跟着恒严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第一季财报 有大幅成长 股价还在底部的基优股 欢迎你的电报名 这个礼拜有三场讲座 进一步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股的 林和彦老师 好 祝大家超市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恒严老师坚持直买 底部基优企长股 一定会待进待出 想要领先卡位 在底部反败为胜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恒严老师这个礼拜 有三场讲座 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高雄 主题就是 首季财报大成长的 底部基优股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报名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其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没出入了 和人证则